之后你要怎么去执行的 基本上我们是从 这个VBA里面的上面有个执行的一个按钮 不过如果说你在这边执行OK 可是如果你将来希望能够在你的画面上面能够看到 能够看到一个按钮 按下它之后自动执行的话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增加按钮 其实这个按钮很简单 首先第一个 开发园里面 刚刚是VBA里面往中间的地方找一下 插入一个大按钮 那里面的话会有一个表单控制箱跟Active控制箱 其中就会有一个按钮部分 那其实你可以利用这个按钮去把它执行 那表单控制箱跟Active控制箱两个这都可以 不过我比较建议先用一个表单控制箱 像表单控制箱比较容易操作 那Active控制箱比较复杂一点 因为它还要牵涉到有关那个事件驱动 还要写一些东西 比较复杂的写 那如果我今天加一张按钮的话 你选择表单控制箱里面的按钮 按下它之后呢 接下来就会像那个Foreshop里面 点击它向右下拖拉 放开 这个时候呢 它会跳出说 那这个按钮 你按下它的时候呢 要去执行哪一个程序 那就是那个sub 所以请你找到门号 把这个门号复制一下 那为什么要复制 其实按确定之后 你会发现按钮上面呢 缺了两个字 叫门号 所以你刚刚不是有复制吗 所以你把它直接贴上就可以了 那复制的主要原因是 为了要把这两个字贴上 那你如果不复制 自己重打也可以啦 只是因为偷懒而已 这样比较直接 那有一个门号之后呢 如果你要增加 后面有一个叫清除 那清除的话 理论上 那你可以再插入一个表单控制项 不过我不建议啦 因为你第二次再拉 第二个按钮的大小 会跟第一个不一样 你怎么调都好像很难 调得刚刚好一样 所以我的习惯是 如果做好一个之后呢 我会把这一个拿来复制 在底下贴上 但是呢 两个都门号不对啊 怎么办 没关系 下面这个按滑鼠右键 指定聚集 就是呢 把下面这个重新指定 指定哪一个清除 并且把清除两个字复制一下 在这个地方 一样把门号清除掉 贴上清除两个字 或者自己打也可以啦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了 两个按钮 那怎么执行呢 其实你就直接怎么样 按一下清除 按下门号 宽度可能稍微拉宽一点点 或者好像会 蓝框不足的问题 按一下门号 这个时候呢 底下的资料就出来了 按下清除 资料又清空了 OK 所以基本上呢 利用这样的方式 我们就可以很快的把你做的功能可以执行 利用按钮的方式执行 那这个是第一个就是有关那个visual basic的这个sub的部分 OK 第一个形式 那里面其实城市并不多啦 就是只有总共大概就三行 加上上下不算的话 那中间主要 那最重要的就是中间那一行 外面for跟nest其实是一个回圈 那这个概念非常重要 以后呢 如果你要撰写vva程式 很多都是从这边衍生出来的 OK 所以特别注意了 那除了要会之外 可能还是需要熟悉 这个可能要花一点时间 最好从头到尾自己都要打过一遍 然后 体会一下 那里面当然有几个重点 刚刚同学问到 第一个 这个字是不是需要打大写 其实不用啦 你打的时候打小写就好了 如果你移开 它会自动帮你跳大写 如果移开不会跳大写 那表示你打错字 因为之前最常遇到的是 同学打sales 少一个s 移开会怎么样 好像没有反应 但是你如果执行它的话 它会跳什么 编译错误 没有定义这个sub 因为它不认得sales 它只认得sales 加一次 OK 所以你如果看到跳这个篮 你就要知道说 你这是不是打错词 OK 然后还有什么呢 这边把它停止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中间的空白 哪些地方一定要空白 跟各位讲一下 如果我说你将来and的前后一定要空白 这个是必要的 4跟i中间一定要空白 2 4到13这个要空白 就是很直觉的语言 就跟打英文一样 反正你英文单字字跟字中也一定要空白 到底是一样 除此之外 等号前后好像不用空白 我是没打 不过它好像会自动帮你空 OK 那最后的话这个地方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 如果你会来像这边 它的这个城市比较冗长 它会再跑到那个最右边 可是这个时候你特别重要 你不能直接按Enter 如果你按Enter 它就会变成这两行不是在同一行 它后面的东西就不见了 怎么办 所以特别重要 如果说你将来呢 你要把城市分两行来放的话 有一个重点 就是 你要找到里面的and的符号 and的符号呢 我习惯是后面的空白 后面的空白呢 再加一个底线 Shift按住然后底线 underline 这个时候你按Enter 放开 移开 你会发现没事 也就是说呢 我习惯了 当然你可以在and的前后 的空白 空白后面再加一个底线 它就可以让你把上面一行 跟下面一行 当成是同一行 这个如果说 尤其是你在撰写城市的时候 那个城市太长的时候 那你可以这样折 你不能直接按Enter 直接按Enter它不允许 OK好 那这些是一些 可能基本的规则 那它的概念 特别重要 一定是 把后面的资料串完之后 丢到前面去 所以它会先怎么办 先把后面的资料执行完之后 再放到前面的储存格里面 OK 所以它的流程大概是这样子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要来看那个 所谓的制定函数 那所谓制定函数就是 我如果希望 上面插入函数 目前是没有什么 你在类别里面 没有一个使用者定义 如果你要出现使用者定义 一定要你在VBA的模组里面 曾经插入一个function 如果你有function 它就会帮你产生一个使用者定义 如果没有就没有 OK那怎么做 接下来的话 我们如何制定函数 一样 一切到Visual Basic 二的话 我就插入一个程序 记得切到function 不是sub 之前有同学 还是用sub 就出来 OK function 名称的话 我也许叫手机 刚刚是门号 现在是用手机 或者叫手机函数也可以 按确定 OK 好 确定之后 这个时候 它就会帮你自动 产生一个function 它是一个 它跟sub 最大的不一样是 sub 是 有点是 帮你把全部执行完毕 那资料从哪边来 它会自己去画面 去储存格里面抓过来 抓完之后呢 帮你丢回去 那function不一样 方便它会跟你要 所以呢 跳出来一个画面 你要给它三个资料 哪三个资料呢 所以呢 它怎么跟你要资料 在方便里面 它会从那个 这个小瓜糊 里面呢 跟你要资料 所以你要给它三个参数 哪三个参数呢 分别 其实有个简单的方法 你可以切到这里面 电信业者 门号 驱马跟莫马 卡托斯一下 把这三个栏位 然后贴到哪里呢 贴到瓜糊里面 但是它会有换行 你把它换行 中间怎么样 加上逗点 逗点一下 OK 第一个参数 第二个参数 那中间的话 我把它改成区马 怎么又把它改成末 OK 这样子的话 你将来呢 在插入函数的时候 智力函数它会跳三个框框 三个框框里面呢 就会带三个 那这三个名称呢 就是我们将来看到的 前面的三个名称 那它会给你之后的话 你要怎么输出呢 一样 输出给谁 这个上面是输出到 那个储存格 可是呢 方炫 是输出给自己 所以自己名称叫 手机 所以记得 你把那个手机这两个字 复制一下 输出给自己 怎么自己呢 等于 一样 先09 09 and 一样是 and 再来什么 串电信业者 所以把电信业者怎么样 串在后面 然后and 一个减的符号 然后and 再一个and 什么呢 一样format 所以其实这边的话 打一个format 钱瓜糊 format是什么呢 把区码带过来 所以这个区码带到这边来 那我习惯复制贴上是按Ctrl键拖拉了 这样会比较快 逗点 0 0 0 然后在墨码再来就是后面一样 把这边改成墨码 所以这个 不是这一个 然后把墨码删掉 OK 这样 这样的话程式就写完了 一行就解决了 里面的话基本上就是把什么呢 把那个重点就是 最后返还一定是返还给自己 把它提供给我的资料 放在这边串接 串接完之后呢 就会丢给手机函数自己本身 那它会暂时存放 因为你游标放那里 它就把资料丢到那里去了 所以它是一个这样的循环 OK 写完 一行程式搞定 应该知道我在写什么 只是可能你们熟练度 多做几次 我想应该就熟了 好 最后做完之后的话 一样把它执行 不过执行不是像刚刚一样 是按上面执行 你之前有同学做完之后 按上面执行 那就跳这一个 不对 不是在这里执行 在哪里执行呢 记得哦 从插入函数里面 它一定会出现一个 类别 叫做使用者定义 记得哦 从这边执行 因为我们的方学名称叫手机 所以在这里会跳什么 手机 那有三个资料 一二三对不对 刮户后面的三个资料的名称 也会帮你带到这个地方 那我选三个给它 一 二 三 那它不是就接收到吗 接收到帮你串完 串完之后呢 又丢回给手机嘛 手机帮你存完 这个就是底下这一串 那因为你储存格 在这里 所以它帮你丢到那里去 OK 应该可以了解那个循环吧 所以这个用理解的 反正就是这样一串 那以后你要制定一个函数了 就是一样这样的逻辑 这样的一个流程 固定的SOP 就可以把一个制定函数写出来了 那只是说未来你可能会做的更复杂的应用 我想这个大家自己再去做一个变化 OK 按确定 向下填满 完成 OK 所以制定函数并没有那么复杂 而且 其实在这里 也只有写一行程式 OK 这里的话我想各位试一下 把那个 刚刚的 两个重点 第一个是 做按钮 OK 怎么做按钮 第二个的话呢 怎么做制定函数 先把它完成 请各位试一下这个部分